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过程中,许多文明受到了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特别是处于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如岛国日本,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日本的文字和汉字有着千丝万缕的继承关系,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曾经有一个普通的日本农民,在田间劳作十亿外挖到了一枚古代金银,上面刻着五个汉字,然而,当某些日本专家看到这五个字后,却毫不犹豫地否认了他们的真实性, 声称这个金银肯定是伪造的,揭开历史的阴影,这里是胜历史,欢迎订阅观看,让我们回到1784年 在中国清朝乾隆49年的时候,在日本九州福岗县,两个农民在逃杀时意外发现了一枚沾满脏污的印章,经过清洗,他们惊奇地发现这竟然是一块金银,这枚金银长宽个2.3公分,厚度0.8公分,印台上附着蛇形的印钮, 而且印的正面还用历书刻了五个方筷子,尽管这两位农民不识字,但是他们凭直觉断定这个小金银肯定身份不一般,于是他们上缴了这枚金银给当地的官府,经过官府组织专业学者的辨认,最终认出了金银上的五个方筷子,乃是中国的历书。 具体内容为汉沃奴国王,这枚刻有汉沃奴国王金银的发现,在当时的日本可谓是造成了极大的轰动,日本政府不仅在金银出土的地方立了一块写有汉沃奴国王金银发现之处的石碑,还将这枚金银定为日本国宝,尽管这枚金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清朝乾隆年间,但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 这仍然是日本为数不多的拿得出手的顶级古董之一,此外,在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之后,日本福康市政府于1984年特意高仿了一枚汉沃奴国王金银并赠送给了位于中国西安的陕西省博物馆。 他们自信地表示,即使只是一枚副制品,但它完全可以和陕西省博物馆的藏品相媲美,日本人为什么会对这枚在日本发现的汉字金银如此重视呢? 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史书记载了这枚金银的详细起源,根据后汉书的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公元57年春正月接受了东夷窝奴国王的奉献,并授予他印售,而在后汉书这段记载中,东汉光武帝授予的印售指的就是日本出土的这枚汉窝奴国王金银,著名日本史学家景尚清考证认为。 日本在公元前两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之间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并进入了农业和金属器物时代,日本国形成于公元三世纪之前,当时,日本的小国争相朝贡,以获取铁制农具,绸缎,剑和玉等物品,这些小国的统治者被汉王朝赐予国王称号,其中包括东汉光武帝刘秀清风的涡奴国王。 至于为什么要在沃奴国王的称号前加上汉呢?景尚清考证结果表明,光武帝刘秀将沃奴国视为四一番鼠之一,因此,在班次印售时,在沃奴国王前加上汉这个字。 以此表明这是一种番鼠关系,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在汉朝以前,沃这个字并没有贬义,因为诗经中就已经出现过它,当时还有人以沃为名,如鲁宣公的名字就是沃。 此外,在中文中,拼听沃奴中的沃奴也是一个代表没好意思的词语,所以,当时的日本国民对汉朝称自己为沃奴国似乎也没有多大的意见。 那么,为什么日本的奴国会希望和中原王朝建立番鼠关系呢? 实际上,从奴国的角度来看,一旦通过东汉朝廷的册封,其王权的合法性便得到了东汉王朝的承认。 这样便可以强化自己在众多囚邦小国中的地位,在当时的日本列岛中,除了奴国之外,还有其他很多小国也曾向汉帝国前使朝贡,但是最终只有奴国得到了汉帝国的承认,并且记载进了官方的编年史册之中,奴国主动向东汉朝廷称臣大贡,也让他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据《三国志》《卫书》《窝人传》中的记载,当时日本北九州地区的各个小国之中,奴国的实力是最为雄厚的存在,其实力远远领先于其他小国,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这枚汉乌奴国王金义是见证日本古代国家建立过程的历史产物。 可以看出,日本奴国在汉朝时期是一个备受重视的小国,他们通过与东汉王朝建立藩属关系,巩固了自己在列岛的地位,并得到了实际的好处。 这些历史记载,不仅让我们了解到古代日本国家的建立过程,也展示了中国古代的外交手段和政治智慧,在汉光五帝刘秀去世之后,日本奴国和汉王朝的朝贡关系得以延续。 在汉安帝刘户时期,日本奴国国王派遣使者来到汉都洛阳城,线上大量牲口,到公元188年,日本列岛上的内乱使得各国开始征战。 一个来自九州岛东北部的邪马台国逐渐强大起来,与新罗和中原进行交流,并和歌剧辽东的汉末军阀公孙康有过交流。 具体来说,在公元204年,汉末军阀公孙康派遣公孙摩领兵,帮助邪马台国攻打其他小国,这支军队中的一部分中原士兵留在了日本发展。 后来成为了今天日本赤染式常识式的祖先,到了公元三世纪前半期,邪马台国女王悲迷乎统治了日本并逐渐强盛起来,邪马台国也因此成为日本国家的起源。 近代,一些日本人开始认为汉窝奴国王金印中的窝字存在侮辱的含义。 因此,一些日本学者声称,这枚印章上的窝其实是委任的含义,上面的五个字只能说明汉朝委任了日本奴国的国王,而不是说日本在当时就叫窝奴国。 还有一些日本人干脆声称,这块金印是假的,其中以三仆幼之和陵木免为典型代表。 这两个人是日本研究古代文学和金工技术的著名学者,然而,他们的造假说法没有得到任何证据的支持。 相反在日本,研究弥生时代的著名学者石川日出制,通过反复的考证得出了金印不可能是伪造赝品的结论。 石川日出制从汉窝奴国王金印的金属构成、印纹的字形、蛇钮的形式等三个方面进行了严格考证。 他还经过物理设限技术分析发现,这枚金印的金和银混合比例为95.14.5。 根据资料显示,在汉代之前,只有中国能够制造出含金量高达92%到98.5%的高纯度金制品。 与此同时,就在1981年2月24日这一天,江苏省扬州市寒江县甘泉乡出土了一枚汉代诸侯王金印,广陵王洗。 这枚金印是纯金铸成的,龟钮上雕刻精美。 印面刻有广陵王洗四字撰文,字体端庄凝重,刀发老练。 这枚金印的主人是东汉初年的广陵王刘金,他是光武帝刘秀之子,后被封为广陵王。 这枚印章的出土受到了日本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因为他解决了日本学界关于汉窝奴国王金印真伪问题。 这枚金印证明了汉窝奴国王金印确如。 后汉书《东一传》中记载的那样,是光武帝刘秀亲自赐给日本窝奴国王的真品金印,也是中日两国最早开始交往的实物证据。 为何说广陵王印的出土证明了汉窝奴王印是真品呢? 因为这两枚金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枚印章不仅长宽高尺寸高度相似,而且都符合汉质标准。 两颗金印的钮上都有大小和特征均相同的鱼紫纹,它们都是用要研雕的方法雕刻而成的。 此外,汉窝奴国王金印和广陵王喜金印面世的时间很是接近,前后只相差了一年的时间。 因此,许多中日学者都推测认为这两枚金印很有可能出自东汉同一工匠之手。 刘京不思悔改,依然故我准备第二次造反,造反的理由很荒唐,因为他手下的侍从奉承他。 这个说刘京面相好,长得像新帝刘秀,那是龙颜和该当皇帝的,那个说,刘京只是时机未到,机会就在前面等他,还有人巴结逢迎他,说他是龙行虎步,乃帝王之姿,恰好此时,西北的西枪族趁着汉朝国丧,新帝继位,人心浮动,发动叛乱,这个满脑子都是皇帝梦的刘京,认为时机终于到了,就派人和叛军联系,还找来巫师共同商议反叛之事, 要说这个刘京真是个蠢才,大猪蹄子一枚,你要造反,好歹手里得有点权力吧,军权,财权,或者人事权,多少都得有点。 不然,你拿什么造反啊,人家叛军看上你什么了,就和你联合,可刘京根本就不是实权派,汉朝自从汉武帝实行推案令以后,封国的势力就被削弱,各同姓王除了能有封地的租税外,基本没什么权力了,更何况,这个时候,你山羊王刘京还在洛阳城, 皇帝的眼皮底下,你能做什么?于是,这跟闹剧一样的造反,很快就被冥帝知道了,冥帝面对这样脑筋缺险的人,估计也很无奈, 广陵王刘京剧照,知道这个白痴弟弟,也闹不起大事,没有惩罚他,只是把刘京身边的随从。 官吏减少了,改封他为广陵王,让他离开京都,到扬州自己的封国去,希望他能在那个偏远的地方,修身养性,远离小人,广陵王刘京到扬州后,很快自杀了,怎么回事,是得了抑郁症吗? 只能说,刘京是自己做死的,刘京到了扬州,听说民间有一个相面很准的相师,就找来给自己看相,说自己和父亲刘秀长的迹象,父亲三十岁就做了皇帝,他现在正好三十岁,是不是到了起兵反叛的时候,这个相师敷衍了他几句,除了广陵王府,就跑去告发了,不知道刘京是怎么想的。 这次把他给吓坏了,还没等皇帝哥哥有所动作,已经在家里自杀了,其实,刘京真的想多了,他在皇帝哥哥面前,那点所谓的谋略,所谓的手段,还远不够看,冲击量就像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今天捣蛋,明天调皮,没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害,大人会认真惩罚他吗?